大象打架会踩死蚂蚁啊 我们回顾这2021最惊心动魄的一页 一定就是它了 记得吗 7月才开始的第一天 整个状况变成了进入能源战争的战场 来得措手不及 事件的现场从东北三省 辽宁 吉林跟黑龙江 居然无预警的出现了拉闸限电 发生什么事了 整个人战二金刚 还摸不清楚头绪 观众朋友 全世界已经因为这一张致命的骨牌 啪啪啪一张一张倒下 从东北长三角到珠三角 从科技到民生 全球的产业的供应链 因为这个拉闸限电 杀得大家措手不及 2022会再来一次吗 打从2018年开始 中国国庆必看的深圳灯光秀 今年没了光束也没了声光效果 若想问地方政府为什么 因为中国正在闹点荒 东北辽宁晚间出现中国最亮的巨龙 因为缺电缺到连红绿灯都不亮 交通塞车大打劫 连名声也断套 这个专门买一个小电瓶 就要把连红锅 面食馆遇上停电 员工只能摸黑做事 刀削灭的机器无法运作 就手工一刀一刀地削 一旁的老板还搞不清楚 这电是怎么停了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 这是因为限电的 还是因为它们围续过的事 另一边的店铺 冷冻库随着停电时间越长 耗损的成本也越多 主要现在就是水电一体的 停水停电就 对所有生活就是都有影响 遇上突袭式停电 吉林民众一家四口 电梯搭到一半居然停了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都2021年了 老百姓居然遇上 频繁的限电危机 没电可用的问题出在哪里 电网缺口特别巨大 为了保电网安全 但是没办法 没有风电就是量少 火电都处理不足 当局称东三省之所以缺电 就是因为当地高度依赖燃煤火力发电 但原先习主席一再向国际承诺 中国碳牌一定会减 国内例行政策性煤炭减产的同时 又与煤炭最大供应国澳洲闹翻 煤矿量缺价涨 电厂多发电就多亏钱 所以官方才会降载供电 稳定电网的安全 但东三省民众不解的是 东北用电量本来就不高 民生用电更占不到当地发电总量两成 却被无预警一刀斩 冷不防被停电的日子 预计得过到明年三月 那电去了哪里 由东北输往华北经济区的说法 开始发酵 因为早在东北停电之前 制造业重点省份 就已经开始轮番限电 计划永远港的上面 收到限电令 工厂老板筹着煤电可用 跑到工厂宣布停工时 员工通通坐在裁缝机前发冷 十月份如果他再这样做 我就买发电机 新厂后天也要停电 大量用电的工厂 遇上政府限电令 发电机就算涨了三倍 也得咬牙买 因为钱弱不花 生财机具动不了 交其违约订单还得倒亏 如今中国多达三分之二的省份 数千家工厂被迫完全停产 或做二休午 员工提前休十一长假 但没上班就没钱赚 缺电风暴激出众多民怨 日本媒体还观察到 在中国蜡烛也成了抢手货 各式蜡烛成了民生必备品 因为活在煤电的状态下 民众的不安全感也越来越强 节能减盘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要稍微再规划得细致一点 就是有些路段的灯 它该有还是得有 民众都察觉到政府似乎有不能说的秘密 八月中一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阶段性能源消耗报告 就被认为是种下限电令的政治性主因 因为报告着重能耗双控 控的是能源消耗强度和能源消费总量 这个措施早从二零一五年就已经提出 中央要以能源管控的手段 提高经济绿色发展 只是第四季都还没开始 闯了双红灯的省份就有七个 但好巧不巧 官媒人民日报二十六日便发出评论 强调政策不是今年才有 按季度发的报告也做了八九年 电会被冷不防切断 是因为地方政府惊绝 全年考核指标将至 只剩最后一季能调节 如同学生开学前急着赶玩暑假作业 直接限电还能争取一些 不被扣分的空间 经济社会接连失序 中央与地方没人愿意担责 国家电网未安明星 紧急召开会议强调 确保供电是中国当前 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但限电的原因是 缺媒还是为了满足习主席的承诺 始终没有说清 且中国制造业正逢经久饮食 也就是九月十月最畅旺的时节 限电前受惠欧美陆续解封 智慧手机到家电等订单 大举回流中国 制造业产线热到不行 一到八月全社会电量需求 比同期多了百分之十三点八 国内的基础建设也在疫情后 积极开展 但钢铁水泥和铝等工业 全是耗电巨瘦 现在无论是国内内循环 或是国际外循环 没电就通通免谈 将近一周的电荒后 包含梁广浙江等省份都宣布 十月起尖锋店价最高将调涨 百分之二十五 然而限电的真相 外界始终物理看花 却已让全球市场波动不已 因为各国跟中国订的货 不止限电无法生产 缺货柜运送才是大麻烦 这样的焦虑感 在中国圣诞工厂 义乌特别明显 眼看欧美夜单订单满满 老板不止限电的问题要处理 海运缺贵的现象更足以加成 衍生成全球供应链 交不出货的窘境 因为全球百分之六十的圣诞用品 都来自义乌 原先缺料缺贵 现在又缺电 我每天都在催货 赶货 沟通 现在是不是已经不接单了 对 现在已经不再接受新的订单了 原物料供应链受疫情影响 先是掌声四起 但想买的又不见得能及时运抵工厂 或做不出来 连做好的商品也运不出去 这天工艺品公司老板特地到上游催货 因为交货期一言再言 不止面临合约赔偿 资金周转也是重点 进到他的办公室 白板上全是排单计划 但拍摄时都九月了 八月的订单却都还没完成 各国深受疫情影响 空运航班大减 先是海运替代空运的量增加 船期不断延期 且进出口系统性失衡 中国运到其他国家的空货柜 根本来不及回到中国 等到千辛万苦租到柜位 一看价钱也差点心碎 都有十倍吧 十倍 都有十倍吧 我不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是2000多美金 到现在的1万多 海运货柜价一路飙 货值都快跟运送费一样高 以美西航线来看 去年八月每贵4400美元 今年已经涨到18000美元 多达四倍 拉美航线更夸张 直接涨了十倍之多 国外港口遇到疫情之后 它是清关能力变弱了 很多货货是在港口的 整个海运的准点率 就明显不行了 整个涨价可能都在涨的 我都说了高了五倍到十倍的样子 这么高的运费 投到每一台车上 大概会增加人民币 可能就是200多 甚至高的时候 可能达到四五百 因为有些体积比较大 基本上已经稀释了 我们的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换句话说 当海运与中国限电成本双双增加 消费者就免不了面临涨价 甚至直接缺货的可能 中国从工业到民生 好不容易在疫情稳定时 走上重回世界工厂的道路 握得一手好牌 确定政策矛盾 弄得民间无所适从 确定的真相 虽至今无人交代 但能肯定的是 这场中国危机影响的 绝不只是中国 全球产业的供应稳定 也随着暗淡电力 拉响警报 回顾2021到眼前的2022 我们历经了什么 我们历经了 疫情的战争 能源的战争 还有眼前更赤裸 跟台湾科技业发展 息息相关的资讯的战争 说一个大白话 从个人的手机 电脑 大道无人机飞行超限战 已经变成了美中 对抗下的分支战场了 谁都知道 中国大陆的5G 中国大陆的AI 快速发展 取得了不少傲人的成绩 但也因为这样 引发全世界的担忧 怎么办 美国会如何来防堵 这一起资讯战 我们来看看 俯瞰中国杭州的摩登市井 这里不只住有一千多万人口 与民众共存的 还有成千上百只 政府装的监视器 车开在市区街道 每个路标旁 都有近十只监视器 当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 民众心里不发毛吗 习近平的民主专政 彻底改写 人民对监视与控制的理解 为了解这些监视器画面 集结起来的权力垄断 德国媒体罕见获准 进入上海浦东的城市大脑 也就是政府的监控中心 一踏进这里 立刻就能看见 一大幅工地监管地图 上头的每个红色定位点 都代表有人不听话 国珍点击一看 画面左下角 这位老兄在工地 没戴安全帽 监管单位下一秒 就会发出警告通知 不止如此 普罗百姓的生活 也在监控范围内 37岁的圣丹丹与团队合作 花不到一年 开发了这套监控系统 监控中心的员工 能取得区域内 29万只监视器的画面 还能用摇杆控制部分镜头 除了哪个房子有住人 住的是长者 还是年轻人之外 就连垃圾有没有到好 政府也管得着 像这位大叔以为没人看到 垃圾带这么一丢 多个角度的监视器 就会立刻锁定 而车子乱停 有没有被及时处置 所有想得到跟想不到的监视 都在进行 以建制现代城市之名 包装社会监控 但中国到底为什么 要执行这种窒息式的监控 德国柏林的汉学专家 给出了答案 意思是维稳的天网 值得越密 社会出乱子的可能就越少 习近平上任之后 将中国的科技监控 推上鼎盛时期 对内能顺利强化民众的 被监控安全感 对外却被认为 想借外销全球的智慧化商品 窃取消费者的数据资料 在德国的小米产品 也成为众矢之地 卖力介绍着品牌家电 眼前多样化的智慧家居 也意味着中国的渗透性 小米在德国 不只攻占小家电市场 智慧手机的销量 也已经位居前三大 低价高届的商品设定 让小米的销售非常吃香 只是在9月底 德国联邦资讯安全局 基于资案问题 对小米手机展开安全调查之前 英国科技专家就发现 小米会将个人化讯息 回传至公司 而德国资案专家 也找到了蛛丝马迹 记者称小米得知这项指控后 随即更新软体版本 研究团队利用特殊设备 分析新版的数据传输形态后 发现小米手机确实移除 原先资料传送的设定 只是中国利用科技 深化资案间谍的规模 在所有人发现时 多半已经难以脱钩 美国影像监测专家 拆解了全球第二大监控科技 供应商中国大华的监视器 发现魔鬼就在细节里 后台的脸部影像分析类别 除了年龄和性别之外 居然还有种族 甚至肤色等蓝味 且拥有这类辨识专利的 不只大华 还有华为和官方的 中国科学院等 他们不断升级科技监控的能力 如今中国的监视器 高达6.26亿台 政府不只要用监视器 得现刑犯 还要利用智慧镇压 蝉食人民自由 他口中的分数 就是来自中国独创的社会信用体系 当局会利用银行和司法单位 等海量的个人讯息 结合AI监控 从乱到垃圾到搭车行为等 都会被打分数 分数越高越能享受国家给的好处 因此信用分数高的人在北京搭地铁就不用跟着排队过安检 只是中国打造数位牢笼的技术 恐怕已是全球霸主 眼看美国已经看不到 中国AI技术的车尾灯 却依旧没有作为 曾参与提升五角大厦网路安全的柴栏 九月份而辞观 它留下重话也让全球惊绝 若美国在AI领域都输了中国一大截 那么还有什么事是共产党掌握不到的 当各国对科技日趋依赖的同时 就怕那个不受监控的权力中心 不甘只把数位技术当作巩骨正前的工具 各国民众的资讯 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成了它手中的武器 如果说过去几年的科技主轴 是在手机 在消费性电子 那么2022毫无疑问就是电动车了 推升电动车浪潮的 当然就是极端天后下的碳税浪潮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带您直集全世界电动车 领先先驱的这个国家挪威 他们如何带动整个欧洲 进入了电动车的战场 电动车在首都奥斯路满街跑 就连公车 计程车也都是 北欧挪威平均每16个开球族 就有一人开电动车 虽然是世界产生大国 但挪威率欧洲各国之先 喊出2025年全面禁售燃油车 主要做法之一就是鼓励全民 改开各式电动车 政府为此还想方设法 包括每50公里就盖座充电站外 还祭出减税与免货路费等优惠措施 挪威政府这么做 就因燃油车每燃烧一公升石油或天然气 向大气释放二氧化碳多达2.5公斤 也因此交通运输始终占挪威碳排放最大宗 高达31% 而石化产业则居第二大约27% 会有效降低碳排 不绝燃油车成为必要手段 挪威积极减碳背后还有个更远大的目标 计划在2030年碳排放大幅减少55% 成为碳中和国家 也就是碳排与吸收能相互抵消 等同没增加任何二氧化碳 世界先进国家包括德国 法国英国与日本等50多国 则预计2050年实现碳中和 为了达到目标还积极做了这件事 三个多月前 德国小镇旅嫩火力发电厂 爆破拆除 全欧洲立平2030年前 要关掉151座 占总数近六成 法国仅剩的最后两座火力发电厂 也将在2022年全面关闭 这里是法国东部摩泽火力发电厂 明年三月关闭后 火力发电宣告终结 转型成为绿色能源 的永恒成间 performs很深信用的 數量 次国家必须永连 未发言 藉由太陽能發電 在不排放溫室氣體的情況下 從水中製造氫氣 再利用原有的石油管線供應氫氣 直接輸送給德國和盧森堡 但關閉火力發電廠或發展綠色能源 並非一處可跡 最快最直接的做法 還是得從交通運輸開始 一輛又一輛德國紅色油物車 以全面電動化 根據德國艾森大學汽車研究中心 2020年最新報告顯示 德國電動車成長達264% 是歐洲更是世界之冠 而計畫在2040年 禁售燃油車的法國 成長超過兩倍 緊追在後 在對照歐洲 使用純電動車比例已有六成 油電混合車也有兩成 有補助也有懲罰 根據歐盟規定 如果每輛車碳排無法低於 每公里95克 車廠每售出一台車 就得罰95歐元 而亞洲國家中 腳步最快的日本 也喊出2030年 不再出售燃油車 台灣原定2040年禁售燃油車 卻因充電站不普及 與民眾使用習慣等理由 暫時喊咖 比方說不能只用油或只用電 混合型的各種不同的組合 對於台灣現在的狀況來講 我覺得是比較務實的 當然如果有一天 到處都是充電站 到處可以換電池 那情況就不一樣 專家分析 目前在台灣 因智慧充電網絡等基礎設備 不夠普及 建議朝多元電動車方向發展 也就是除了純電動車 還包括另兩款 同時使用燃油和電池驅動的 油電混合電動車 與電池驅動使用比重較大的 插電式油電混合電動車 目前的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如果採用的是純電動車 大概會面臨到 其實大部分的台灣家戶 都沒有自己可以充電的地方 這個跟一些外國和比方美國 那樣的扶援廣大的國家 比較不一樣的 這跟台灣電力八成仰賴火力發電 這樣電都已經不夠用 純電的電動車恐怕會讓台灣電力 公益等十幾 也有一點值得觀察的是 2020疫情爆發 世界碳排放煤因此下降 而全球的電動車市場 竟也沒出現下滑 脫股產業研究所甚至預估 電動車銷量在2021年 還將加速成長 估計全年包含插電式油電混合電動車 與純電池車等銷量將達到340萬輛 增幅達40% 趨勢已經形成了 而且全世界來講 車輛電動化我覺得這是一個 不會走回頭路的趨勢 一定是往這個方向走 當氣候危機越來越棘手 世界各國為了節能減碳 都在為交通工具電動化 盡最大努力 歐洲甚至是挪威的作法 或許能為台灣提供借金 所謂工作人員 在這裏中心的記憶 坐在這裏中心上 在這裏中心上 在這裏中心上 為了一般的 成為 在這裏中心上